好 高雄有一辆货车呢 经过了前证区路口时候 不过这货车上头载着三辆报废车 就好像是呢在玩叠叠了 仔细比对一下旁边的民宅 这个报废车叠的有两层楼高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固定物 慢车到了骑士经过的时候 纷纷闪避它 就怕一个不小心被砸到了 真的是有够夸张 这辆货车就像是在玩叠叠了 行进在高雄市前证区的路口 一路上摇摇晃晃开了好几百公尺 后轮还整个卡在货车外头 仔细看一下报废车总共有三台 比对旁边的民宅 报废车有两层楼高 但却完全没有任何的固定物 一旁的骑士纷纷抬起头 斜眼看这辆货车感觉超级害怕 我们那个塔架 它真的是有计算在安全和理范围之内 它那个这样子压下去的重量 它车子是不会倒下来的 而且它上面有一个压杆压着 车子其实是不会倒的 只是看起来因为货车 它的就是旁边会有那个 所以你看起来是摇摇晃晃晃 其实它不危险 时期走访货车上的公司航号 超载的就是这间高雄市小港区的 回收报废车公司 员工对这样的情形 导致见怪不贵 但卫衣报废车掉下来砸伤人 后果恐怕不堪设想 这里请问林真言薛惠文 高雄报道